无上菩提需得言下十字本心 见字本性不生不命 前方 是哪位施主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萧无杰誓言 滚 还是让他被打死算了 不知是无心还是无杰的施主 可还有后招啊 寒水似无心 请来破阵 死的不能再死了 无心是者 许久不见 你再不争议 你的师弟们可要死 你又何必逼老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订阅 我得放得下 我脑袍 你再带我 不去 你再带我 山雪不完 被雨洗 黑花追降 断戈壁 秋冲马路 青涩不可及 纷糊战 痣茫之虚语 无所谓 明明的错 总无拘 破天际 渐渐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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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第一次见你是 我便想杀了你 这是什么武功 无奸不摧 半毒不侵 金刚不坏 智刚无敌 这是佛门十大绝学之一 金刚扶摸神通练到极致 成就了金刚之体 你忖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 这金刚体施展起来极耗内力 大绝虽然修为不俗 但毕竟七十岁 你拖他一头 不可这么一相靠 恐怕行不通 本乡罗汉阵最后一阵 罗汉皈依 此时七人的内力 全在大决一人身上 如果要好 只把先耗死的是我吧 那你打算如何 他要做那大罗金刚 我就打得他金刚魄力 清刚不坏 我打得你原神举命 我打算帮你 打算你 我打算你 打算你 我打算你 你 我打算你 二皇 小明 把这棺杀扛下来 大皇 看着他们 真不知道为什么 还要带着棺杀来这里 这转轮棺 据说是去除 无心身上罗茶堂秘书的必要法器 我可那个无心 也不像什么恶徒啊 倒是那大绝和尚 未免有点咄咄逼人了 无心 毕竟是魔教中人 终归是 什么魔教 不过是世人 以恶传恶报了 这和尚 什么时候坐上去的 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 好高明的神法 这辈法师 刚刚山上 可是您在主持法事 是啊 受人所托 来超重一位老朋友 可是忘忧大事 你们是大绝的小子找来的吧 是 动不动就说别人是魔 喊打喊杀 这帮人还真是没有长进 人家也是有正经名字的宗闻 虽然天外天这名字也不咋样 灰心气太重 说偏了 大师也知道天外天 可 天外天 终归是我中原武林的大敌 十二年前 十二年前的事 你这个娃娃能知道多少 中原武林的大敌 你师父是这么说的 师尊 他很少提及十二年前的事 偶尔几次说起 也是夸赞夜顶之天赋之强 是他生平谨鉴 言语之中 倒是有一些 我阿爹也是这样的 好像 他对于魔教教主夜顶之 也十分推崇 我当时还奇怪 魔教不是我们的敌人吗 要是百里东军 和司空长风 也和那些家伙一般凄两 雪月城也不会有今天的记性 大师想必 也是亲身经历过魔教动政 不知当年究竟是 那都是上一辈人的江湖恩怨了 你一个娃娃 追问这些沉芝麻烂骨子的事 你啥用了 可是 那些事啊 不论对错 都是阿门这些亲历者的选择 后悔也好 不甘也罢 那是阿门的江湖 可你们这一辈少年人 也应该有自己的江湖 早早地被那些陈年恩怨束缚着 哪还有少年人的样子 少年人就该平心而动 是不是啊 前辈 平心而动 这是师尊给我的传书 可是到现在 我还不知道 究竟如何才是自己心中所想 糊涂的娃娃 你之所以和大爵那家伙来到这儿 是因为 所谓正邪不两立的江湖大义 可对 那你在山脚下犹豫 又是为啥呢 那便是你心中所想了 多谢前辈指点 走 上山 平心而动 要是当年 ズタ 大群 你们知我是飞鹤入魔 便是由你的伪佛陀 彼此入魔 你派胡言 若不是贪乎你这邪魔 况悠悠怎会入魔 今日老那边收了你这魔种 阿弥陀佛 武臣 你也要贪乎这邪魔吗 师弟不是魔 大绝师父 您 滚开 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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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是我天生魔心 这辈子注定你有佛缘 便让我入罗叉堂 想游魔入府 二等 诸无之心如此之声 与佛何意 佛法奥妙 岂是二等邪魔可问 佛法奥妙 这话放映天下 我师父能说 你却说不得 鸭签嘴吏 大命来 鸭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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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灵 受死吧 牵手主角 方外聚情 一切尽在官方手游 新的江湖 新的故事 小僧很期待 想要加入我们吗 施主扫码关注 即可参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弟不是我 我选择你 一切是由我的冤枉 无心 什么 不试一下 怎么知道结果 我想帮那个 他值得 果然我想 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